辽宁省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出台 省级非移代表性项目要达到300项 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达到200人 创建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还将建立退出机制 对因年龄或身体原因 无法履行传承义务的代表性传承人 建立荣誉传承人制度 同时加大青年传承人培养 创新传承人培养方式 今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去年中国经济数据 2021年末 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 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14亿1260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 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的通知 其中提到春节期间鼓励网络视频平台 限时低价电影放映 同时鼓励冰雪消费活动 降低门票价格和停车费等 2022虎年春节 腊月29旧至除夕 从2025年到2029年 连续5年都没有大年三十 天文专家表示 这与朔望月有关 月亮圆缺变化一周期 称为一个朔望月 平均为29.5天 赶上腊月是小月 就没有年三十 但正月初一的前一晚 就是除夕 1月15日在安徽宿州 一男童趁家长不在家中 试图从后窗翻到窗外平台玩耍 却失足悬挂在五楼窗外 一位辅警从外墙攀爬至五楼 用手撑住男童身体 最终警民合力将男童解救 近日山东邻仪一男子祝某某 两次翻进村卫生室 前后偷走400多元现金 和两盒药品 警方调查发现 原来祝某某酷爱足疗 为了做足疗 两次进卫生室盗窃 目前祝某某已被警方依法拘留 前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